这已经是第二节了 火车上火把了 桥上呢还有一列火车 火车的这个中间两节呢 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我们一块到前方去看看 这些车厢的宽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桥 但是铁轨呢依然留在这个桥面 而且这个当时的这个 成年乐快速铁路的这个桥 把火车的一节车厢挡住了 这里面的人都来往外面爬 然后我们是走到 快点快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现在这列火车刚有通过的时候呢 石平江的铁路跨前桥 再次发生了倒塌 那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火车是出轨了 运来的这个装备 比如说探照灯啊什么之类的 准备对这个晚上 准备晚上对这个桥面的 进行连夜的抢修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得知 这个1400名这个旅客呢 已经被妥善地安置到了 直接硬生生地从这个桥上 直接给拽下来了 那么下午的时候呢 工程人员将用这个氧气切割机 对这个车体进行解体 然后把它们拉走 现在我们看到现场的工作人员呢 是从这个车窗里面 正在往外运输一些当时旅客 他们的行李啊 以及必须的这个生活用品 那么另外我们了解 其他十几节车厢 因为受损并不是特别严重 那么所以今天通过这个铁轨 被分别拉到了广汉火车站和德阳火车站 进行这个车体的修复和恢复工作 那么预计今天下午 整个现场的抢险工作将结束 那么下一步的重点呢 将投入到这个 这个车体的车体的车体